高速行驶的列车却突然停在铁轨上 南韩一辆载着370多名乘客的高铁 在大田路段发生出轨事故 这里有釜山前往首尔水溪站的338号水溪高铁 周五下午在中部大田地区突然发生出轨事故 疑似是不明原因击杀造成两台车厢车轮脱落 突如其来的列车出轨造成至少7名乘客受伤 只是也影响到所有SRT北上及南下列车班次 另外同一线路的南韩高铁KTX班次也大乱 SRT是韩国旅游最快的高速铁道 也有不少观光客搭乘 但突然发生出轨究竟是车辆结合问题 还是线路出问题还有待厘清 TVN新闻综合报道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